十七岁生辰这日 继母三两银将我抵给了来收租的少冬家 入府不过半月 老冬家便在海上身亡 人人都道我是扫把星 却没想我后来成了女首富 秋收不久 少冬家带人来收租 未曾想继母又将家里卖稻子的钱给娘家弟弟还赌债了 他将我推出去就用大压底拔 别看他瘦 干活麻利着呢 我看向父亲 他却避开了我的视线 他早就忘了吧 他曾在母亲的病榻旁郑重许诺 一定待我如猪如宝 然母亲去世一年 他便娶了继母 待得生下弟妹 我在这个家便与奴婢无二 少冬家本说府内不缺女子 只收银子 可听继母要将我卖了在交租 便撩开马车帘子 露出寿靴又俊俏的一张脸 一边壳一边说 上来吧 继母唯恐她改主意 忙不迭将我往马车上顶 天那么蓝 云白得像是软和的棉花 他们几句话的功夫 就决定了我的人生呢 父亲这时倒走过来摸摸我的头 东家宽厚 你往后定要听话懂事 阳光刺目 我的眼里却没有泪 只轻轻说 爹 今日是我十七岁生辰呢 父亲动作一僵 车夫甩着鞭子赶车 我侧过头 真奇怪 明明不荧光了 这回眼睛倒是痛痛的 马车到了村口 父亲追了过来 塞给我两个水煮蛋 宝珠 哪者路上吃鸡蛋是好东西 平日只有弟弟有份 如今 居然给了我两个 少爷一路都在咳 到了府内领我去见老夫人 老夫人脸色很差 怒道 又把姑娘往家领 你又不纳人家 让我怎么安置 不如明日就发卖到窑子里去 我吓得缩了缩脖子 少冬家咳着道 母亲何苦吓她 今日是她十七岁生辰 老夫人瞪眼 什么猫狗也过生辰 少冬家朝我笑笑 莫怕 母亲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被婆子带了下去 暮色一点点吞没万物 我心内坠坠不安 约莫小半个时辰 周婆子端着一碗长寿面进来 吃吧 夫人特意吩咐厨房做的 面条又白又软 满满的一碗 上面还有两个尖的金黄的荷包蛋 夫人瞧着兄 心地极好 少爷更是一等一的好人 你且放心待着吧 沈家极好 晚上可以去灶上打热水洗脸泡脚 被子轻巧又暖和 夜间奴婢们叽叽喳喳 我才知晓少爷收租 隔三差五就往家里带穷苦姑娘 管吃管喝 从不苛责 若是遇到良人 少爷也会做主 将人放走 还会赔点银子做嫁妆 这是铁定亏本的买卖 是一老夫人才如此生气 为何不见少夫人 少爷还未成婚呢 少爷自小就与张秀才家的女儿定了亲 如今已有二十 可张秀才舍不得女儿 是已迟迟未婚 有人嘴快 道 什么舍不得 不就是看少爷身体不好 想毁婚 第二日 我起得很早 轻手轻脚扫院子里的枯叶 不想少爷也醒了 他穿着厚厚斗篷 却还是挡不住地咳嗽 他上前轻轻捏了捏我胳膊 吩咐随从小妻 等母亲醒了 跟他说一声 给宝珠做一件新凹子 老夫人知道后 骂骂咧咧 却还是拙人去库房寻了就料子 红底撒着碎花的棉布 喜庆又好看 少爷每次回家时总会给我们带些热乎的桂花糕 我脸皮薄 经常分不到 后来少爷便会单独为我留两块 胆子的大些 下回我可不为你留了 可也是嘴上说说 次次他都是独独照顾我的 活不多 炖得能吃饱 少爷脾性温和 老夫人嘴上厉害 心肠却软 母亲走后 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好日子 半月后 新凹子做好了 棉花絮得很厚 雪天川都不会冷 婆子姐姐们都夸我穿着翘 连少爷都笑了 宝珠再养胖些 便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 阳光暖洋洋 我暗暗许愿 盼一辈子都如今天这般幸福 便在这时 大门被推开 老奴沈叔列且着扑进来 大喊 夫人 少爷 出事了 半年前 老爷为人蛊惑 将全部家当带上 又借了外债去东海寻珍珠 珍珠倒是寻到了 可回来时遇到风浪 船在虽河处礁 老爷没了 珍珠沉了 沈叔沿着河岸找了三天 将老爷的尸体带回 老夫人经文噩耗病倒 每两日也归了西 我很难过 为何好人总是不长寿呢 少爷身体本就不好 操劳双亲丧事后更是瘦了一大圈 可灾难远不止如此 老爷和夫人刚落葬 一波波的人拿着欠条上门讨债 家中资产都被抵押 一英家具军被搬走 速日好吃懒做的二叔沈 非但不相帮 还联合外人来欺压 头七一过 张秀才便上门退婚 只说女儿年纪大 等不了三年孝期 那一日天色昏沉 少爷将婚书还回后 整整一日都没出房门 追债的人堵在门口 要少爷将老宅典当 后又有人说 府内还有许多士灵女子 也可用来抵债 一时间人心惶惶 这日晚间 少爷将我们照在一处 把卖身器还给了我们 他越发瘦了 手腕即可见骨 都走吧 如今待在府上 反耽误了你们 众人哭哭啼啼 收拾行囊离开 我一走到门口 回头见孤灯摇曳 他立在风中 似是一不小心就会折断 我眼睛一热 回身跪倒在他面前 少爷 奴婢不走 归家去吧 奴婢无家可归 此处便是奴婢家 话音刚落 继母冲了过来 瞎说 母亲带你回家 沈家的事闹得这般大 想来他也得了消息 他与后舅舅一左一右 牵着我往外拖 我拼命挣扎 我不回去 后舅舅兄道 我都收了张屠夫三两银聘礼 你若不回去 我的赌债怎么办 张屠夫年近五十 娶得四个婆娘都死了 眼看折脚要被拽过门槛 少爷开口 等等 他快不上前 拉住我手腕 一边咳嗽一边说 留下吧 以后你便是我沈从之妹 沈宝朱了当初继母将我抵债 人人皆知 兄长不放 他也不能奈何 只骂骂咧咧 一个劳病秧子 指不定哪天就没了 到时候哭着喊着要回来 我可不让你进门 不会 我便是死在外头 被野狗啃食 也不会再回那个家 河府二十多个奴才 最后指我 小七和沈叔留下 第二日又有人来索要宅子 兄长立下自句 这是祖宅 不可轻抵 且给我些时间 到年底若是还不上 便将宅子奉上 打发走追债之人 小七急急问 少爷去何处寻钱还债 去虽何将父亲遗落的珍珠挖上来 哪是那么容易 何况少爷这身体尽我所能 剩下便是天命 我们出发那日 碰到了张家小姐和她新任未婚夫孟公子 她从教中递出一块碎银 听闻 你要南下寻亲 我自幼将你当兄长看 这个与你当路费吧 孟公子骑在马上 神色巨傲轻视 沈从 你外祖家也无甚家产 如何赌上这窟窿眼 你要是真吃不上饭 我可收你做个帐房先生 我气得不行 兄长却行了个礼 淡淡道 不必 再下注你们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带他们走远 我问 兄长为何不骂他们 如此快就敲定婚期 可见是早有苟且 他们便是想看我失态 又岂能如他们所愿 一路颠簸 总算到了虽河 顺流而下 沈书找到了当初沉船之处 在河中央 水流湍急 寻常的渔船都会避开那一处 义是初冬 河水凉的刺骨 兄长将脖子上老夫人打得长命金所当了 租了一艘重船 请了十几个水性极好的渔民轮换着下水 花了半个月时间 沿着触礁之处 一直往下摸了几丈远 钱花的所剩无几 却一无所获 入夜后 风吹在脸上冷得像是刀子 雨火照亮的短短空间里 白色的飞絮飘然落下 下雪了 夜间寂静 兄长的咳嗽在大河之上 孤寂又荒凉 第二日晨起 河面已结薄冰 渔民们不愿下水 闹着要回家去 兄长捏着最后的碎银子 剧烈地咳着 眼底一片暗淡 宝珠 若是将这些钱花了 我们可怜饭都吃不上了 我握住他手腕 我会逢补 野善将喜 兄长识字 还会算账盘账 我们难道还能饿死 若不最后一搏 岂能甘心 太阳月出水面 他的眼里也有了光 好 便听宝珠的燃日头过午 依然一无所获 有渔民染了风寒 我穿上他的水铐 兄长拉住我 宝珠 你莫要胡闹 兄长不要小看我 我三岁就能下河摸鱼呢 我甩开他的手 一跃入水 冰寒的水从四面八方侵袭过来 我屏住呼吸在河底摸索 夕阳低垂 光线越来越暗淡 我的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 腰间的绳索在收紧 定是兄长见我入水太久不放心 让人拉我上去 就在这时 我摸到了一个铁把手 我死死拽住 把手不放 出水的那一刹那 我看清了手里的箱子 赫然便是我们一直要找植物 众人将我和箱子拉上船 兄长立时上前 拖了斗篷罩住我 宝珠可还好 兄 兄长 我 我找到了 他都没看那箱子 倒了一杯滚烫的水滴给我 快 先喝点热水暖暖身 我就着他的手喝完水 晕过去的那一刻 看到他的指尖被杯子烫起了血泡 真傻 也不知找块不包着 我烧了好些日子 每一次睁眼 兄长都在身侧照料 后来我好了 他却整夜整夜地咳嗽 整个人瘦成了一根竹竿 老爷那一箱珍珠共有百颗之多 皇后酷爱珍珠 举国上下的有钱夫人纷纷效仿之 坊间有鲤鱼 一颗珍珠万斗米 兄长在省城找了个靠谱的富商 一次性将珍珠对出 独独给我留了一双最大的黑珍珠 你名为宝珠 可见它们命中注定就该是你的 它要将银票分于我们几人 可我们坚决不要 赶在小年这日 我们回了县里 去实行戎落魄 回来却是新衫新衣 兄长还给我置办了全套的首饰 若是不知情的人看了 还以为我是富家小姐 入城的时候遇到了张秀才 他与几个同窗似是喝醉了 突然冲到路中央 幸亏小妻技术好 不然就该撞上 兄长撩起帘子 微笑和他见礼 张士叔 许久不见 张秀才揉着眼睛反复看 好半天才回 沈 沈从 兄长点头 烦请士叔让让 马车要过 我们离开时 还听见张秀才大声嚷嚷 我是不是喝多了眼花了 你们都瞧见了吗 到了老宅 正好撞上寨主带人来相看 欲要将宅子出卖 见我们紧衣而归 寨主们眼珠子都快掉下来 兄长拿出迎跳 将欠债一一归还 赎回从前的家具 又添置了许多新物 县里就这么大 消息很快就传遍 看热闹的人 络绎不绝 很多从前的奴婢来找 哭着想回来 兄长看向我 宝珠 后宅的事 以后都由你来拿主意 我有些迟处 他朝我笑 尽管去做 兄长永远支持你 那些当初 急不可耐求去的 我一杯热茶 把一些糕点打发了 稍稍迟疑就走的 我给了点铜板算赏钱 而挨到最后 不得已离开的 我又重新招了回来 一共也就四个 兄长可会觉得我薄情 不 宝珠处理得甚好 也是经了这一轮 我才明白母亲当初所说 心过善 并非好事一整天迎来送往 兄长始终带着两分笑 可我能感觉出 这笑与从前不同 只有疏离与客套 并无真心 好容易夜色低垂 我疲倦不已 正要吩咐百善 一道婀娜身影踏雪而来 是张秀才之女张小姐 她摘下帽子 露出渲然若气的一张脸 朝着兄长飞奔而去 沈哥哥 真的是你 我还以为是自己听错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我日日忧心 一直在等你 兄长皱着眉退后一步 小翠看不下去 大声道 宝珠姑娘 晚膳你跟少爷是在前厅用 还是在偏厅用 张小姐朝我看来 温婉一笑 听说这些时日都是你在照顾沈哥哥 辛苦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那你入府作妾 把你当亲妹妹看 心猛地一缩 还未来得及细思其中缘由 兄长已将我护在身后 不急不许开口 张姑娘 我们的婚约早已取消 夜深风寒 多有不便 姑娘还是早些回去 张小姐的眼泪滑落 沈哥哥 一切都是父亲的主意 我也势不得已 其实我心中只有你一个 你我自小青梅竹马 难道你连一点情分都不念吗? 兄长静静看他 突然浅浅笑了 既你不要这最后的体面 那我便直说 若非孟家范氏被抄 你可会回来找我 若我落魄而归 你可还会提青梅竹马 若你父亲此次秋为重了 你会将我这伤骨瞧在眼里吗? 他一句又一句 毫不留情撕开张家小姐的假面 张小姐脸色煞白 眼泪如滚猪一般 可如今我家 我家近况 这个我已听说 张秀才醉喜呼朋唤友 几个月前攀上孟家 又自认秋为有望重举 日日呼朋唤友 吃喝买无度 谁想孟家在京城的远亲饭事 连带着他们也遭殃 张秀才忙不迭退亲 东拼西凑将替礼还回 且自己秋为也落榜了 导致如今欠了一屁股债 我从袖中摸出半定银子地上 如今我们能帮的只有这么多 张小姐一脸不敢置信 沈哥哥 你辨认由他这般侮辱我 何为侮辱 我一字一句 这银子 是你当初要给兄长的路费五倍不止 张小姐脸上最后一点血色褪干净 只无限可怜看向兄长 兄长淡淡与他对视 道 宝珠的意思便是我的意思 要不要 在你 张小姐犹豫挣扎 最后还是接了那五两银子 踏着风雪 踉跄而去 兄长 你真的跟从前不同了 若是从前的他 恐怕心肠早软了 风雪大了 却掩不住他明亮的眼 若以得抱怨 那何以报得 若对他心软 岂不辜负你这一路以命相伴 天真冷 可心很暖 已是年节下 天冷路滑 我仍日日陪着兄长去找从前的债主 他想将抵出去的生意都赎回来 这日五间在外用膳 临桌是一对年轻夫妇 小妇人娇称着讨要新首饰 男子一边埋怨他隔三差五买 一边将银袋子掏出来放在桌上 兵主道 可不能买太贵的 还得留些银钱 过年 真让人羡慕啊 用过膳 兄长没急着上马车 反而带我跟着那对夫妇去了隔壁的首饰铺子 我以为他是想考察行情 不想他在店内看了看后 让掌柜地取出镇垫的金玉簪 他束手直簪 插入我的发肩 浅浅一笑 这是给宝珠的新年礼 那小妇人发出艳羡的低呼 不住地用胳膊筒自己敷絮 我脸色飞红 想取下来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兄长握住我的手腕 抹取 很适合你 宝珠该自信些 你看佩是监制宝 我们离开时 那小妇人还艳羡地瞧折 真奇妙 明明小半个时辰前 还是我羡慕她呢 那簪子 我日日带着 只晚间入睡时取下来 仔仔细细收在枕头下 日子过得飞快 大年三十 眨眼就到 和府的人都穿上了新衫 今年不宜着红 我便给兄长手编了红绳 也算是赢了新年 他手腕白又细 与红绳色泽相交 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府上如今一共就八人 大家也不分尊卑 一个桌子坐着 吃热气腾腾的古董锅 新鲜的羊肉正要汆烫 门口传来大嗓门 折儿 折儿 是兄长的书审来了 兄长眉头皱了起来 其实这些日子 他们来过多次 不过我与兄长总是在外奔走 往往入夜后才归家 沈叔费尽心思打发了他们 大过年的 也没有拒人门外的道理 二叔毫不客气 静职做了主位 二婶笑呵呵道 天怪冷的 还是小丛会享受 吃起了古董锅 你别站着 快坐下来吃吧 兄长皱了眉 一边咳嗽 一边坐下 又看了我们一眼 我便招呼大家都落了座 二婶悠了一声 阴阳怪气 宝珠 你这厚宅就这么管的 奴才与主子一桌用饭 传出去惹人笑话 小翠几个脸色坠坠 迟疑着要站起来 兄长瞧他们一眼 且作者 二婶就坐我旁边 此时伸手一把 将我头上的金玉簪拔下来 笑嘻嘻往衣袖里收 你小姑娘家家 穿金带玉压不住 这簪子还是更适合我些 兄长冷了脸色 二婶 那是我赠予宝珠的新年礼 还给他 我乔者喜欢 你回头再 兄长一字一句 我说 还给宝珠 二婶脸上的肥肉 不住地跳动 二叔狠狠拉了他一把 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将簪子掏出来 狠狠插进我头发里 痛得我撕了一声 兄长站起来 帮我将簪子重新插好 对我浅浅一笑 仿佛再说 宝珠别怕 一切由我 二婶嘴角抽抽 皮笑肉不笑地道 小丛 你家逢巨变 宝珠不离不弃 你心存感激 我们能理解 可他毕竟是个乡下丫头 你这偌大的后宅以后 账务多着呢 交给他不合适吧 二叔摸着胡子 我们既是你长辈 少不得要为你操心 以后这后宅之事 就交给你二婶吧 兄长夹起一片羊肉放入滚烫的锅中 一字一句 不敢劳烦二婶 宝珠做得很好 二婶吃到 他一个野丫头懂什么 我可是你二婶 你难道要忤逆长辈 羊肉已经变色 兄长捏筷子的手收紧 青筋抱起 大厨已孝之国 忤逆长辈这个罪名可不小 我默默吸口气 笑了 有一句话 老吴德少不孝 很适合二叔婶呢 之前婶家没落 你们联合外人掏空兄长家业 如今却好意思舔着脸说忤逆 我的确是个乡下丫头 乡下人最不怕丢人 明日便是大年初一 不若我走街窜户 将二叔二婶昔日所作所为好好宣扬一番 堂弟过两年 要考秀才吧 不知这样的爹娘 会不会影响以后前途 二叔二婶的脸色变了 二婶满脸肥肉都气得再抖 你 你这小贱蹄子 好利的嘴 胸掌落了快 神色冷如冰 二婶 慎言 宝珠乃我妹妹 我呵呵一笑 看人下跌罢了 你们当初若不落井下石 如今便叫我给你们磕三百个响头也使得 二婶不肯放弃 你连字都不识 如何管账 谁说我不识字 小七 你去取少爷昨日从店里拿的账册来 小七 取来正负账册和两把算盘 便以此账册为赌 谁先将账目算清 谁便管后宅 二婶可敢 二婶狠狠吞了下口水 有什么不敢的 我还能输给你 我看向兄长 他朝我浅浅一笑 大胆去 兄长信你 整个大厅很安静 只有算盘珠子霹里啪啦和古董锅翻滚的声音叫之 一开始我上有些不顺手 到后面翻页越来越快 二婶的脸色也由轻蔑吃笑变作凝重 最后满头大汉 好几次还倒回去重算 账册不后 约莫两盏茶的功夫 我拨动最后一个算筹 盯得一声清响 我算好了 三百五十二两 二婶的汉珠滚落在算筹之上 他还胜少说七八页 算得快又不一定算得对 他满怀西纪地将册子翻到最后一页 眯折眼确认上面的金额 赫然是三百五十二两 二叔二婶走的时候 像是一对斗败的老公鸡 小翠笑得很大声 二婶 要不要跟小姐学学怎么盘账 气得二婶卖门槛的时候 差点摔一跤 兄长眼底被炭火硬得亮亮的 保诸你何时认识这么多字 还会盘账 我有些羞愧 其实我作弊了 这些日子虽日日学字 不过时日有限 哪里认得那么全 那账策上好些字我都不认识 可算账只消认识记录的数值就可 且这个账策我昨日睡前便拿来练过手 是以今日才如此顺畅 若无必胜把握 我岂敢拿兄长的后宅来作赌 引狼入室 兄长可会觉得我奸诈 兄长摇头 不 以君子之道结交君子 以小人之道应付小人 宝珠你做得很好 此番要多谢你 他不怪我 我的心力时飞扬起来 兄长 我一定会努力学 多为你排忧解难 宝珠如此聪明 假以时日定能胜过为凶 不求胜过 只希望能一直与你并肩前行 大年初二 父母亲带着一双弟妹登蓝了 继母看我穿金带银 顿时双目放光 她亲切地拉折我的手 瞧瞧我这大闺女 真是越长越美了 母亲为你谋了一门好婚事 嫁给我娘家弟弟 我那弟弟已经改过自新 发誓从此后再也不堵了 她吞咽着口水 你与少东嫁这么大的恩 这嫁妆少说也得给你摆两只树吧 我还以为自己听错 看向父亲 爹 这婚事你也同意 父亲搓着手 你舅舅这次腿被打折了 想必以后不会再堵 我只觉得好笑 眼眶又热又痛 霍弟站了起来 我还有事 宋客 继母极了 一把拽住我衣袖 不嫁你舅舅也行 你弟今年也十二了 我看那小翠不错 不如你做主许给她 还有 少东嫁七十枚了 肥水不流外人田 不如让你妹嫁给她 我都惊呆了 妹妹才十岁 继母不以为然 那有什么 男子大十几岁很正常的吗 你对少东嫁这么大恩 这点子要求她难道还拒绝 他们才是你亲弟妹 你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 她狠狠捅了捅父亲 父亲避开我的眼神 开口道 宝珠 他们的确是你亲弟妹 愤怒 难过 海浪一般涌上头 我死死咬牙 不让眼泪掉下来 生生质问 那我呢 我不是你亲生的孩子吗 你可还记得当初答应过我母亲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提这样的要求 会让兄长怎么看我 父亲挫折手 孽如道 可如今 你混得好 自然要帮衬弟妹 帮衬家里 原来 她真的一点也不爱我呀 我不过是帮衬家里的工具 我用衣袖擦去眼角的泪 冷漠开口 你们早就三两银将我卖了 如今我姓沈 不姓周 沈叔 宋客 小翠几个一拥而上 将继母他们往外赶 继母破口大骂 将各种恶毒的话都安在我身上 兄长从书房出来 冷冷发声 再骂一句 便送你去官府吃牢饭 继母瞬间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鸡 只敢狠狠瞪我 临走时 她突然吼道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但你是她妹 你嫁不了她 你别做春秋大梦了 风雪裂了 迷了我的眼 我的心 我站得笔直 不敢偏谋去看身侧的兄长 兄长心善 免了父亲的租子 继母不甘心 三月里带着弟妹又来闹 当时我与兄长正在与京城来的客商会面 险些误了大事 他砸了店里一个古董花瓶 我便报了官 吃了半年的劳饭 自那后他才安分 人哪 有时候便是贱骨头 你对他好 他不会记得 非得给他来一刀 他才长记性 兄长本就聪慧 家逢大便后 也不再一味心软 家业渐渐撑了起来 无论谈什么生意 他都会带着我 带我认识各路客商 与我细说其中门道 老爷从前是做纸张生意的 不过纸方造出的纸品质一般 销量连年下跌 是以老爷才会出海巡珍珠 想要搏一把 如今若是在走从前的路子 孔南登新高 少爷偶然得知 有古籍记载了造纸秘方 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 终于得知这古籍在一老园外手里 我们屡次登门求书 哪怕花费重金 园外郎也不肯将书相让 他万事不缺 已养天年 唯有一十六岁幼女 戴字归忠 在我们第八次登门时 李源外道 沈公子 若你愿意娶我幼女为妻 咱们便是一家人 这书我可赠于你 李小姐自屏风后探出头 露出天真毅力的一张脸 对着我们明媚一笑 真美 我若是男子 怕也会因这一笑失魂 这日晚间 书房的灯迟迟未熄 我端着夜宵敲门而入 兄长一边壳一边记录纸张配笔的方子 我迟疑良久 兄长 我看李小姐天真明媚 她几个兄长如今也在京都任职 兄长不弱 她将笔放下 摇曳烛火之下 她谋色深深 宝珠希望我娶她 我手在衣袖中捏紧 轻声道 她应当是个好相处的嫂嫂 兄长定定瞧了我许久 低叹一声 我知道了 你早些歇息 明日我们一同去李家 这一夜 我做了个长长的梦 梦见兄长与李小姐成了婚 生了三个孩子 我看着这儿侄女们长大成婚生子 我呢 我嫁给了谁 哦 我不曾出嫁 一生未婚 醒来时 屋外日光灿灿 刺得眼睛生疼 小翠在屋外滴雨 不若奴婢去叫醒小姐 兄长低咳着 不必 便让她多睡会儿 不急 我梳洗好出门 发现马车上放着好几个贵重的礼盒 新爹落谷底 到了李宅 兄长开门见山 成蒙园外大度 近来多有打扰 李小姐聪慧美貌 在下孔男匹配 好话说尽 我们还是和李悟一起被扔出来了 我看向兄长 他也瞧折我 日光那么暖呀 他的眼里好像有星星 宝珠 你我便这般相依为命一辈子可好 好 若你不离 我定不弃 只是那古籍还是得想法子弄到 李园外今日之愤怒倒是让我想到了路子 不若从李小姐身上找突破口 十日后的傍晚 我将古籍放在兄长案头 他吃惊不已 你如何得来 我将那对黑珍珠赠予李家小姐 他哀求原外将这书借于我们 快些腾抄 明日便要还回去 可那对珍珠 你既赠了我 我便可以任意处置 是吗? 他猴杰反复滚动 自然是 照着古籍 我们寻到了一种特别的树 又反复多次将造纸方子改良 前后历时一年 造出了水文纸 这种纸荧光看时能显出发亮的线文或图案 落漠后不孕染 遇水后不散 一经问世便受到文人默克的追捧 短短三月便已经占据整个州里 且京城的客商也十分看好 水文纸供不应求 因为独此一家 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这两年兄长将店铺起死回生 本就受到瞩目 经此一事 更是名声大噪 媒婆络绎不绝 均被她以先立业后成家而回绝 二神也频频要将娘家的各路女子塞给兄长 均是悖剧 她便改了路子 想要我嫁给她娘家那些不成器的者 如今夜线人人都知 我这个女掌柜受气重也有本事 出嫁时沈家定会赔上扑面银钱 我自是拒绝 二审多次明理 按理说我不时去 这一日是中秋 二叔二审叫全了祖里的人 说是要吃团圆饭 我们本不想去 可祖长和祖里几个祖父辈的长辈都在 不去鹰个毛 恐被唾沫星子淹死 不成想这是一顿鸿门宴 饭吃到一半 二叔摸着胡子道 宝珠到沈家也快三年 小丛你一直说她是你妹妹 却迟迟未给她上祖谱 今日趁着祖里的老人们都在 便将宝珠上了祖谱 正正事事地做个沈家姑娘吧 我心里一个咯噔 上了祖谱 我与兄长便是真正的兄妹 若有暧昧 那自是天理难容 河桌热热闹闹 二审凑到我耳边 低声道 我算是瞧明白了 只有把你的名分定死 我才好安排小丛的婚事 这一回 我倒要看她要怎么护你 兄长迟迟未应声 二叔催促道 宝珠真心待你 你莫非又不想认这个妹子了 一杆掌被七嘴八舌 二审已经将我拉起来 笑着说 择日不如撞日 现在便去祖宗祠堂拜一拜 一会儿祖长将宝珠的名字添上祖谱就行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兄长咳嗽着站起来 二审提议甚好 只可惜晚了一步 什么晚了一步 兄长向小七示意 小七递过来 一个盒子 里面装的是一本祖谱 不过是王家祖谱 去岁带宝珠去州里 遇见了舅舅 舅舅与宝珠一见如故 坚持要认宝珠做义女 如今已经上了王家祖谱 二审被这消息砸猛了 一把抢过祖谱 这是何时的事 你怎么也不说一声 兄长轻凌凌瞧着她 我母旧家之事 还须告知二审 二审的手未免伸得太长 她放下筷子 脸色如洒了冰 这几年祖里该给的祭祀香火 我不曾少过 并非我依恋着当初弃我家于不顾的宗族 不过是减少麻烦且维持一点体面 但你们若就此拿着长辈做派馆这馆呢 那就别怪我近来生意周转困难 年底恐怕是没钱孝敬祖宗 这话一落 那些长辈的脸色巨变 他们可都是盼着年底兄长的孝敬钱 祖里的学堂 也都是兄长在养着 祖长被如此下脸子 几个呼吸后依旧调整起笑脸 我们也是一番好意 想着给宝珠证明 他拉长脸 老二 正阳 叫你们多管闲事 还不跟小丛道歉 二审满脸不甘 祖长一拍桌子 怎么 我的话不管用了吗 二叔二审脸色难看 一字一字地道歉 一张脸憋成了朱干色 兄长拉折我手腕站起来 饱了 我们先走了 走到门口 明亮日光聋了他一身 他对着坐在暗处厅堂里的足中众人道 莫来烦我 你们便是我宗亲 那些老头气得胡子直抖 却也不敢说什么 不仅因为兄长每年的供奉 更因为如今兄长交友广泛 劫实的达官贵人不少 族长也极为忌惮 除了二叔家 兄长语气迟疑 事情紧急 为与你商量便将你落在舅舅名下 你可会 我摇摇头 都听兄长的 我高兴还来不及 岂会怪他 何况这其中 还有我的谋划 二叔二婶频频作怪 明面上也不好断绝关系 免得叫人议论 可为了杜绝以往被刺的事情在发生 我便使了点小钱买通了二婶院子里的婢女 那婢女前些日子递了消息给我 说二婶想在中秋家宴上提 为我上祖谱仪式 定了我的位置 再将我嫁出去 兄长后宅空虚 便会想着娶个夫人馆 到时候她便可左右腾膜 我得了这消息 哭作了大半晚 后来 便让那婢女假装不经意将消息漏给了兄长 当初是兄长三两银就我出火坑 如今她若是顺其自然让我上祖谱 我也没有怨言 好在虽是出紧急 她依然想到了解决的法子 我依然是她妹妹 可又 与从前不同 小翠胆子一向大 这日晚间问 少爷今日如此强硬 族长他们会不会为难 要知道两年前 未免二婶将不孝的帽子扣上 我可是费尽心机定下算账赌约的 兄长笑了笑 他们不敢了 这几年我如此努力奔走 就是为了能尽量少受人钳制 她盯着杯中酒 审然一笑 钱 果然是个好东西 明月高悬 打亮她血色的脸 我轻声问 兄长如今二十有三 不想着成家吗 他偏头看我 浅浅一笑 我已经有家了 他停了停 问 可是宝珠有心上人了 不曾 我只想跟着兄长多赚点银钱 他似是松口气 看向天际圆月 那便再留你两年 你若是有了心上人 定告知我 到了九月 兄长下定决心要去京城闯荡一番 父亲在世时 曾说毕生所愿是行万里路 赚四海钱 我一想去见见这广阔天地 他一边说一边剧烈咳起来 自那年海上挖猪后 他的咳疾变严重了 这些年看了多少大夫也没用 只说的慢慢养着 此前京城客商说过 京城汇聚天下名医或可有法子 沈叔留下来打点家里的生意 兄长带着我与小七小翠上路了 一路往北天气越发严寒 靠近京城时更是有泼水成冰的奇景 兄长经常咳得一晚都睡不好 走走停停一个多月 十月底时到了京城 那日雪后出晴 灿灿日光落在城墙的挨挨白雪之上 兄长撩开帘子 微微眯起眼睛 宝珠 我们到了 嗯 我看到了 我定为宝珠在京城攒下一份家业 其实不必的 与你并肩 哪怕粗茶淡饭 我亦甘之如宜 京城大 居不易 租宅子 盘门面 店面装潢 一套下来 所带银钱便已耗了大半 到了年底 纸方总算开张 然生意却很是寻常 只勉强够屏障 京城的确需求大 可与此同时纸方也多 我们初来乍到 想要开拓市场 并非易事 按理说明年要科考 各路举子如今汇聚京城 纸张的需求必然不小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店铺开张不久 理不出了规定 明年科考 试卷所用为胡州宣纸 一时间 举子们纷纷抢购宣纸 好提前习惯纸张习性 各路学堂私塾也纷纷跟进 家之京城之人本来习惯用宣纸 我们的水文纸打不出名声 乌漏偏逢连夜雨 翻过年 之前在兄长制定了一大笔单子的客商 孟老板反悔了 就是因为他带着几个客商下了大额订单 又频频游说兄长来京城 兄长才下定决心 可如今他见宣纸好卖 而水文纸市场日益变小 便不肯收这笔货 只说当初那一城的定金也不要了 其他客商也纷纷反悔 我多次登门游说 孟老板痴笑道 王姑娘频频上门 莫非想与我作妾? 你虽年纪大了些 相貌也只是寻常 可若是诚心 我也可勉强耐了你 小翠被气得发抖 忍不住要破口大骂 我深吸一口气 平静问道 孟老板可想好 这批纸当真不要了 不要不要 若是此番反悔 以后想要再定水文纸 我们可恕不接待 孟老板哈哈笑起来 哎哟 好大的口气 不是我说 你们这纸也就在那南蛮之地受人吹捧 到了京城不好时 最多一年吧 你们的店就要关张 那笔定金 就当是我可怜你们 资助你们回乡的路费 我撑着一口气 那咱们就等着瞧 你迟早有后悔的那日虽然放了大话 可那是为了不输阵仗 其实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兄长这些日子也在左右活动 身体坏了许多 收效却甚微 这日晚间 我们总结为何水文纸难以推广 水文纸最大的特性便是不易蕴染 不易返潮 南方天气潮湿 这两点特性很明显 北方天气干燥 尤其如今是在冬日里 这特性就不突出了 加之里不出的册子 就更是雪上加霜 我偶然间听的小翠私下里对小七道 若是不来这京城就好了 脂肪生意差 大家都很闲 若是这样下去 人心变散了 如今光靠我们嘴上吆喝是没用的 还是得想办法提高知名度 一连数日都没有进展 我急得嘴角起了炮 兄长更是整夜整夜地咳嗽 这日我与兄长出去逛市集 午后发现有兵兵出来轻路 兵客们议论纷纷 我才恍然想起 是波斯王子所带使团 今日要进京 近来这个波斯使团是京城热门话题 已是初春 枯树冒了绿芽 波斯使团衣着以白为主 身上挂满各色宝石 脚上也有金铃铛 走起路来 叮叮当当 声响悦耳 风吹起王子 叫脸上的白纱 露出他深深的轮廓和身侧的一个架子 一个画架 不少人都瞧见了 有见多识广的人开始介绍 瞧见了吗 那画架上的是谁彩画 他们的墨是五颜六色的 与我们的不同 使团进京 却不是马上就能入宫面圣 这些日子由红卢寺招待他们四下逛京都 他们也带来了许多新鲜的玩意儿 包括水彩画 不同于我们传统的画卷 水彩画色泽鲜艳 笔下所惠之物栩栩如生 翠鸟一根绿色的羽毛 竟分出了三个不同的层次 端蒂是让人惊叹 连兄长都嘖嘖称奇 异域文化 果然是让人大开眼界 王子常年带着白色头纱 由一对兵簇拥着 远远就能认出 他极爱作画 这一日我们在北桥遇到他 他正知起画架 准备画河岸绿柳以及远处朦胧的寺庙 虽有兵士围着 可还是有许多人瞧热闹 大家都想看看这色彩浓郁的画到底是如何得出 王子运平一张纸 将极细的毛笔染上去 一笔一笔 从日出到黄昏 一幅垂柳图已成 葱绿嫩牙点缀在暗沉垂条之上 越发显出生命之美 我与兄长一直看着他作画 也听得看客们议论纷纷 说王子会在陛下接见之日 为陛下做一幅人像画 作为献礼 我与兄长对视一眼 看到了机会 当日 我们便从各家纸方都买了些宣纸 又买了波斯商人售卖的颜料粉 回去后 兄长按照波斯王子之前的手法 将颜料粉加水调过后 画在买来的各色纸张上 果然 无一例外 全部运染了 不过是运染大小的区别 今日看王子作画 我便发现他所用的纸 并非我们这里的任何一种纸张 应是他从波斯所带 而他的脚边 还有几张随意卷起像是用过的宣纸 极有可能他曾试图用宣纸作画 可宣纸会晕染颜色 所以他只能换成自己从波斯带来的纸 兄长用绿色的颜料在水纹纸上勾勒出细细的柳叶 等待 如此漫长 约莫半盏茶后 颜料已经干透 纸上却一点不曾晕染 我与兄长对视一眼 大喜过望 我们一直在找的机会 来了 只要让波斯王子认可我们的纸 水纹纸的销路说不定就能借此打开 我们兴奋的一夜未睡 第二日一早去驿馆求见 却得知陛下已定下后日接待波斯使臣 使团这两日闭门谢客 安心准备 回去的路上 我很沮丧 兄长妈撒着茶杯 宝珠 若是咱们的只能在宫宴上露脸呢 若是那样 我都不敢想 可我们哪有机会将纸送进宫 倒也不是全无机会 或许可以求助一个人 我万万没想到 兄长带我去见的会是李小姐 李园外之女 不 如今该是李夫人了 那一年兄长聚婚后 他次年便来了京都 认识了如今的夫婿 夫婿在宫里禁卫军当差 由他引荐 我们见到了负责采买纸张的莫公公 他摸着我们城上的水纹纸 皱了眉 宫里的东西每年年底都要订第二年的供应者 如今是不好改呀 兄长推了一打银跳过去 这我自然知道 也不叫公公为难 我家的水纹纸最大的好处便是不孕染 就连王子殿下的水彩化也成得住 公公且带些回去试试 或许用得上呢 若是能得宫里认可 将来公公便是在下的指路人 在下必定忘不了这份恩情 最终公公将纸张和银票一起收了 回府的路上 我心事重重 兄长 那是我们最后的家当了 若是此番不成 宝珠 你记得那年挖珍珠 你与我说什么 记忆之门打开 若不放手一搏 岂能甘心 兄长笑了 如今 便是我放手一搏 若是搏输了 宝珠可会怨我 我摇摇头 怎会 不管兄长做什么 我都支持兄长 很快就到了陛下接见使团的日子 这一日我早早便起了 灼小翠给我好生打扮一番 小姐今日是要出门吗? 不 是盼着有人来唤我出门 去用早晒 发现兄长也穿着一身新衣 我们对视一眼 会心一笑 然而 一直等到暮色似合 依然一片寂静 我勉强打起精神 吩咐百善 便听得一道尖细嗓音 沈公子可是住在此处 是莫公公 他满头热汗 快快快 陛下想见你 随我入宫吧 兄长牵起我的手 宝珠 咱们一起去 去皇宫的路上 莫公公与我们说起此前宫内情形 以便我们做出应对 今日王子觐见 按之前锁定 给陛下画画 此画必然是要流传百事 那自然要用我们大储自己所造的纸 然卫士一连拿了好几种 都吃不住王子的采墨 陛下那个脸色忧 莫公公说到这 擦了把汗 奴家当时可是顶着丢脑袋的风险 把这水纹纸推上去的 兄长语气诚恳 公公大恩 定不相忘 水纹纸色泽洁白 不孕染 与采墨相得一张 王子殿下的画迹也是传神 陛下这才云开雨迹 龙颜大悦 王子殿下觉得纸张不错 问起公义 陛下便召兄长入宫回画 几年前 我只是乡野之中一个小丫头 想着如何能吃饱穿暖 都不知明天在哪里 如今 托兄长的福 我竟然能见到当朝陛下 这足够往后 我跟子子孙孙吹牛了 陛下威严却又和善 兄长本就爱读书 这些年阅历也不少 一开始尚有些拘束 几句话之后便应对自如 陛下也问了我几句 官场上那些我都不懂 我便将他荡成前来问询的客商 如实作答 以诚动人 埋头答话时 我一直感觉有人盯着我瞧 这可是皇宫 我也不敢去寻那双眼睛 直到陛下让我们抬起头 我便听得一声低呼 陛下问 尹爱卿这是怎么了 便有个官员站起 道 陛下恕罪 微臣失态 刚才王姑娘进来 我便觉得有些眼熟 陛下也知 微臣出身贫寒 当年上京赶考 半路被小贼偷走包袱 幸得好心人相助 才凑够盘缠 这些年我一直在寻当初恩人 没想到天大地大 竟通过陛下重逢 可见是天恩浩荡 福泽世间 说着 那位年轻的官员朝我看来 我细细辨认 也是惊讶 原来是你 那还是三年前的事了 我们在随和捞起珍珠 因为染了风寒 便在客栈里休息了大半个月 有日厅的外面吵闹不止 原来是店家要赶一个生病的书生走 那时已入冬 书生却依旧衣衫单薄破旧 十年苦毒 就在一考 天天这时丢了盘缠 我见他可怜 便从沈叔那里支了点银子给他 如此奇缘 连陛下都感慨不止 朕听闻你家店铺经营状况一般 就未想过找昔日熟人帮帮忙 也爱卿如今可是户部郎中 户部是管银钱的 五品官在京城算不得什么 可这是实打实的实权部门 随便漏点什么出来 都够我们封一足食 陛下语气温和 我却紧张起来 我们奉上水文纸是临时起义 今日换我们入宫 更是急匆匆 可陛下已然知道我们店铺情况 难怪民间都说半君如半虎 我跪倒回话 民女当初也是由尹大人想到了自己 所以才勉力相帮 并不记得尹大人名字 是已也不知他如今位居户部郎中 民女虽与尹大人只有一面之缘 可她出身贫寒 却一身正气 民女想来 想来 想来也不会假公济私 掏空国库 不过有外宾在 这话也不必宣之于口 陛下笑了 深深看我 虽是个商女 倒也有眼光 有见识 你帮朕保住了一位人才 朕应该赏你 一直端坐的皇后娘娘这时开口 陛下 王姑娘已过二时 尚未成婚 我心中大害 不会是像戏本子里说的那样 要给我赐婚吧 我只得拼死拦下话头 狠狠磕头 道 民女大胆 想求皇后娘娘恩典 皇后兴致盎然呕了一声 你想要什么恩典 说来听听 我舔了舔干色的唇 深吸一口气与她对视 民女 民女很喜欢娘娘头上那个珠子 民女名唤宝珠 不知可否赏赐给民女 皇后深深瞧我 又与陛下对视一眼 轻笑道 真是个聪慧又大胆的姑娘 她示意一旁的嬷嬷将头上的珠钗取下 既你喜欢 便赏你吧 陛下赏我们在宫内用过晚膳再回 晚膳是在偏听用的 菜色与宴席一般无二 很多都是外头吃不到的 倒是开了眼界 我也不敢多吃 兄长乔者心事重重 菜也没吃两口 离开时 遇到皇后娘娘正好出来更衣 她将我换到身边 温声道 你让本宫想起一个故人 宫灯摇曳 她的谋中情绪复杂 不是漫长的等待和陪伴就一定会开花结果 你是个好孩子 别太执着 去吧 回去的路上 夜风卷起马车帘 原来今日又是一个满月之夜 兄长开口 宝珠 今日皇后娘娘似乎是有意要为你止婚 你为何不应 我怕指的不是我的心上人 兄长端茶杯的手一抖 剧烈地咳嗽起来 茶水飞溅 桌上有许多细碎的水渍 她笑了笑 宝珠 有心上人了吗 我抬眸 多多看她 有啊 表哥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我将表哥二字咬得极重 我以为自己可以将这心意藏一辈子 可皇后娘娘的话 却在我的心里洒下了火苗 我想要一个答案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她真的只拿我当妹妹看吗 她是否也有过片刻心动 她说要与我相依为命一辈子 是我所想的那样吗 夜风吹灭了车里的蜡烛 清冷的月光透过帘子间隙 洒落在胸掌眼底 那眼神说不出的凄凉与隐忍 帘子河上室内陷入一片昏暗 我听见她沉沉叹息 宝珠 我必会为你寻一门长长久久的好亲事 黑暗里 有什么东西在咔咔咔破碎呢 良久 我轻生回 如此便多谢兄长 你皆寄过隐郎中的事 我竟不知 往后 我若嫁人 兄长不知的事会越来越多 兄长咳嗽得很了 似是有千万般的话要说 良久只是滴滴一声叹息 第二日一早 宫里来人了 陛下下了口谕 以后宫内纸张 皆采用水文纸 莫公公给了我们一张清单 这是公里常用的尺寸还有所需的数量 至于价格便依照去岁的定 明年再重新溢价 你们快些准备起来 少说先给三个月的量 如今 娘娘们都想用用这水文纸呢 按说如此大的量 一时间难以凑齐 可是有敢巧 之前 孟老板他们几个反悔不要的纸 如今恰好补上这个窟窿 重新按照宫内所需减财 浪费的也不多 且宫里开出的价格 是之前的商家与采买公公所定 其中并有许多门道 如今却叫我们减了漏 不过 给莫公公的好处自然不能少 之前的采买公公因为这件事被撸了下去 如今莫公公顶上了 说来也是互惠共赢 送走莫公公 午后引郎中过来了 她应是下朝后直接赶过来 身上的官服还未来得急换下 我屈身要向她行礼 她忙一把扶住我 王姑娘不必客气 当初姑娘说自己换审大压 这几年我一直在寻姑娘 姑娘当初为何编撰假名 相助大人 本就不畏求报答 不过是我曾被兄长拉出泥泞 想将这份希望也传递出去 尹松正了正 玄疾笑了 我早该猜到是如此 好在老天眷顾 你我又重逢了 她离开时 正好碰到从外归来的兄长 真有意思 她明明是个官 却对兄长颇为客气 兄长素来含笑 今日却冷着一张脸 不太待见的样子 两人寒暄后 作别 兄长将小妻手里的食盒递给我 朱雀皆买的杏花酥 趁热吃 我盯着那个食盒好一会 然后笑了 真巧 刚才尹大人也给我买了杏花酥 我这会吃不下了 兄长留着自己吃吧 兄长捏食盒的手紧了紧 她倒是会琢磨 那一盒杏花酥兄长没吃 她一向不爱吃甜食 最后放凉了 被小翠和小妻消灭了 人生际遇 如此妙不可言 半月前 我们的境况还在谷底 为了生存下去辗转挣扎 哪怕说破口舌 大家也不认可水文纸的好 如今水文纸成了御用纸 且在宫宴上大放光彩 我和兄长还面了圣 得了赏 这样的殊荣 其他纸方可从未有过 一时间 跟风也罢 好奇也罢 纸方门庭弱势 客人络绎不绝 人人都想求一张水文纸 纸方昼夜不停 产量都跟不上 兄长修书回老家 让沈叔速速酌人 送货入京城解燃眉之急 这一日 孟老板带着当初退货的几人上门了 他好像全然忘了当初种种 笑呵呵打着招呼 说要大批量求购水文纸 沈老板放心 这纸我们不在京城售卖 主要往北边送 不会跟你们竞争 这价格好商量 当初他对我出言相辱 如今却要舔着脸上门求购 点头哈腰 嘴里全是说不完的好话 还真有些解气 兄长与人为善 但笑者相迎 这就是商场 没有永远的朋友 更不会有永远的敌人 两人已经准备谈假 可听得孟老板跟我致歉说 当初孟浪后 兄长变了脸色 他豁然站起 脸色冷若冰霜 送客 孟老板一行 几乎是被赶着出了脂肪 小翠很解气 让你们当初侮辱咱家姑娘 现在咱有钱也不给你们赚 兄长喉结滚动 问 他那般无状 当初你为何不与我说 不是什么大事 做生意难免被人说几句 我没有放在心上 兄长手上青筋抱起 嗓音也阴雅了 对不起 是我没有护好你 春光灿灿 他脸色的懊恼 担忧如此真切 我轻问 我是你妹 你不可能将我挂在裤腰上 护我一辈子 对不对 良久 他眼眶发红 是 我无法护你一辈子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他心里 我真的只是妹妹而已吗 若是如此 当初为何不让我上族谱 为何要记在舅舅名下 我不理解 却也不能开口质问 怕有些东西一旦戳破 连维持表面的平衡都会做不到 隐松自那一日之后 时不时便会来寻我 每次来 必然会带些小礼物 一盒热糕点 几串糖葫芦 一块路边随手买的小石头 一个手边的蜻蜓 因着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反而不好拒绝 脂肪的事情总是很忙 我不是在见客商 就是在盘账 又或者查看生产进度 他总是不急不忙 泡一杯茶 拿一册书在内看 又或者在热热闹闹的店里写文章 等我有空时 与我说上几句话 待得天色晚了 再起身告辞 这天兄长竟然早早回了 与隐松撞见了 如今指方事多 我们白日里素来是各有分工 到了夜间回府时 再将今日所忙之事通通气 兄长嘴上笑着招呼 眼底却是清清冷冷的 隐松提一手谈一局 我的老天爷 指方忙得都快着火了 你还有功夫下围棋 两人支起摊子 我是看不懂的 继续对账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惊叹之声不绝于耳 两人你来我往 厮杀不止 棋盘都快摆满了 都没分出个胜负 夜色低垂 店铺该关张了 隐松捏着黑字 问 沈兄 若这颗黑字下去我赢 你可否将令妹许配于我 我拨算盘的手一抖 算盘珠撞击 发出刺耳声响 乱了 又得重算 兄长捏紧手里白子 看热闹的人们纷纷嘻嘻哈哈 难怪尹大人隔三差五地来 原来是为了美人掌柜 女掌柜 尹大人当初高中状元时 护布侍郎要招他做女婿他都拒绝了 如今为了女掌柜你费尽心思 你可要好好珍惜 满京城都寻不出这么好的郎婿 尹松玄者手里黑字 目光灼灼盯着兄长 沈兄可应 令妹今年二十有依 早到适婚年纪 若我与她成婚 她也可继续打理铺面 我的手按在算盘上 仿佛这样才能汲取力量 我紧紧盯着兄长 他挤背笔直 发官纹丝不动 从始至终没有回头看我 在一众人的热闹起哄中 他轻声作答 好 我的心坠入谷底 尹松神色一松 落下黑字 兄长将手中白子丢回罐内 颓然道 我输了 一场博弈收尾 人人恭喜我往后是郎中夫人 尹松也是笑意盈盈 唯有兄长久久坐在那 对着那一盘棋局漠然无声 我们之间只有十来步的距离 可我却觉得 从此后 我与她之间 有跨不过去的鸿沟 看热闹的人纷纷散尽 尹松走到我面前 宝珠 你可以送送我吗 从殿内出来 五月底的风吹在身上 我竟生生打了个哆嗦 宝珠 我要娶你 你并不高兴 你从未问过我的意见 月亮如水 他笑了 因为我知 你心不愿 他从衣袖中掏出一颗白子 放在我手心 刚才那一局 你兄长本有机会赢的 我给了他选择 他成全了我 尹松握住我的手 那颗白子如火一样灼伤我的掌心 是他放手了 所以宝珠 跟我走吧 我抬眼看他 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转 我可能永远都无法爱上你 你不在乎吗 我的心那么小呀 只能住得下一个人 从他将我从继母手中抢过来 说以后 我就是他妹妹开始 我便已经将整颗心都交给了他 尹松伸手扶去我眼角的泪 你今年不过二十有一 一辈子还很长 现在说这些为时过早 再说 这世上的恩爱夫妻本来就少 有我爱你 也足够我们共白头了 且安心在家等着 我不日便来下聘礼 我目送尹松的马车离开 一回头看到兄长站在长街之尾 夜风翻卷 吹起他杏色衣袍 他遥遥与我对视 剧烈地咳嗽起来 他又瘦了 仿佛下一秒 便要乘风而去 我快步上去 历生质问 为什么要同意 他年少有为 心性极佳 你们又有前缘 实为良配 清冷月光照亮我的脸 我眼泪滚滚而来 一字一句 可是阿从 我的心上人只有你 你真的不知吗 他拿帕子捂住唇 压抑着不让自己咳出来 应道 宝珠 我一直 只拿你当妹妹 月色被乌云隆住 我眼里的光也彻底熄灭 苦笑一声 好 我知道了 那便如兄长所愿 我的命是兄长救的 兄长让我驾水 我便驾水 回去后 我病倒了 高热不退 一如那年从虽河被捞上来后一般 迷迷糊糊间 有一双温柔的手一直在给我替换毛巾 我含含糊糊糊糊地唤 兄长 一睁眼 却迎上的是尹松不满红血丝的谋 不 不是他 我该知道的 他已经放弃我了 晚间 小翠端着水盆进来 尹大人真是太好了 日日下潮就来照料小姐呢 兄长人呢 少爷这几日忙得脚不粘地 一直在见客商 不过睡前都会来瞧瞧小姐 小翠拧了帕子给我擦脸 小姐 要么就这样吧 尹大人挺好的 少爷他 他应该是心里没有你 原来 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欢他 第二日 尹松再来 我道 不是说要提亲 何时来 他眼中光芒大赤 明日 明日便来 东西我早就准备好了 这日夜深 兄长悄悄到了我床边 我闭遮眼睛 他以为我睡熟了 帮我掖了背脚 又在床边坐了两酒 才起身离开 带他走到门槛处 我轻声道 兄长 引狼明日会来提亲 烦请兄长莫要出门 在家应付 兄长的手紧紧捏住门眼 回 好 还有 男女有别 以后兄长莫要半夜进我的房 好 纳采 问明 纳吉 纳征 请妻 迎亲 因我与尹松年纪均是不小 流程走得极快 婚期定在九月十八 只剩下短短三个多月了 兄长倒是不忙了 日日在家给我准备嫁妆 恨不得将和府上下打包给我 我将嫁妆单子删去了大半 成亲那日 要辞别长辈 我穿着红嫁衣 跪在兄长脚边 兄长 成婚之后 纸方的事情我便不管 想安心相夫轿子 兄长捏着茶盏 好 依你 尹郎过完年应当会外访 到时我会一起随他赋任 兄长咳个不停 茶水飞溅在地上 这是应当的 我抬头看他 你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兄长垂眸 眼底盛满笑意 期盼和不舍 兄长只盼你长长久久活着 与他恩爱白头 我的婚事足足被讨论了半月 倒不是我与尹郎有多郎才女貌 乃是因为兄长给的嫁妆实在太过丰厚 几乎掏空了所有的家底 小翠与小妻已然有了感情 我出嫁时便没有戴上她 作主将她许配给了小妻 翻过年 我与尹郎远赋任上 我每隔一月 便会给兄长一封家书 也无甚实质性内容 便是薄薄一叶纸 报个平安 他次次都回 我万事都好 悟念 付上一张一百两的银票 如此一年 我与尹郎终于远房 很快便有了身孕 与兄长报喜 他的回信是 恭贺你 保重身体 我万事都好 悟念 孩子出世后 日子便渐渐忙碌了 我的兴趣的少 兄长的信道是 每两月定时一封 还是那一句 我万事都好 悟念 外加一张百两银票 银票传承厚厚一叠 有一日被匆匆翻出 他仰着脸问我 娘亲 这些是什么呀 是舅舅对妈妈的护佑 我何时能见到舅舅 娘亲也不知 看缘分 缘分 有时候来得如此快 这话说过不久 尹郎接到了调令 我们一家子要回京城了 距离我们离开 已经过了五年 日月荏苒 京城依然如离开时那般繁华 朱从纸方在最繁华的玄武街上有一个很大的店面 客人络绎不绝 尹郎要入宫述职 我牵着匆匆提着特产 去了从前那个宅子 当初有了银子后 兄长将这里买下 我便是在这里出嫁 五年未见 小妻发福了 性子也沉稳了不少 他身后跟着两个小厮 一边走一边吩咐着什么 抬头看见我 他猛得一震 试探性患 宝珠小姐 我眼眶一热 哑声问 兄长呢? 可在家 小妻脸上的笑慢慢收了 我心中有不祥的预感 兄长呢? 兄长在哪? 小妻反复几个呼吸 财色声道 少爷他 他三年多前 便已不在了 怎么可能会不在? 他每隔一月都给我写信说安好 他生怕我不够钱花 次次给我银票 他怎么会不在? 小妻领我进府 去了书房 书房里的猪是摆放 均于我出价前一般无二 小妻自抽屉里掏出一个盒子 打开 里面是厚厚一叠纸 宝珠 端午安康 我万事都好 勿念 宝珠 中秋安康 我万事都好 勿念 宝珠 生辰安乐 我万事都好 勿念 宝珠 新年好 我万事都好 勿念 恭喜你 宝珠 我万事都好 勿念 解爱 莫要伤身 我万事都好 勿念 小妻红了眼眶 少爷去世时叮嘱 按照时节又或是小姐所写之信的内容 给小姐您寄出 再付上银票 少爷一直没告诉您 当初决定来京城 除了生意之外 是因为她得知自己身体状况不太好 难以 难以永寿 所以想来京城看看 是不是有法子 可我以前陪她去看大夫 大夫说她身体并不要紧 小妻 哽咽不止 那都是少爷怕你担心 刻意安排的 其实自来京城后 少爷的身体恶化得更厉害 夜里经常会吐血 不过除了我 其他人都不知 她身体竟这般不好 我却全然不知 难怪她那时说 不能护我一辈子时 语气那般颓然难过 这一瞬 我像是被锯锤击中碾压 扶着墙都稳不住身体 她葬在何处 我去给她上炷香 少爷嘱咐我们将她烧成灰 洒在虽河我们当初挖珍珠那处 小妻哽咽地说不出话 她说 她的根辫在那里 她竟连处坟头都不给我留 我将箱子里厚厚的一打信一封封翻出来 难道除了她安好 我误念 她就没有任何其他要跟我说的吗 翻到底部 找出一封封了口的信 小妻道 少爷叮嘱 这封信不必寄出 我拆开火漆 里面亦是薄薄一叶纸 宝珠 兄长先行一步 若有来事 我定会身体康健 绝不做你兄长 必会十里红装 娶你过门 我的宝珠 你万不可辜负我 要一生都幸福美满哪 后继从沈宅出来 匆匆问我 母亲 舅舅是不在了吗 我抱着那满满一箱子的信 道 不 她还在的 端午 中秋 生辰 春节 她不会缺席母亲人生的任何时刻 母亲 你为何哭了 母亲别难过 母亲不难过 母亲不难过 我深吸一口气 擦去眼泪 母亲 母亲要如她所愿 一生 一生都幸福美满 我有幸福美满的姻缘 我与尹郎玉有两子一女 我将兄长留下的脂肪开得遍布全国 我手里财富不计其数 脂肪虽不在我名下 可人人都道我是大储女首富 六十八岁生辰这日 我病倒了 秋日暖阳荣荣 恰如我遇见兄长那一日 我躺在床上 眯起了眼睛 尹郎坐在床边 握住我的手 对不起 她眼眶湿润 我懂 世间之事 君有先来后到 是我迟了一步 能有今生 已是万幸 来世 便由我来做你兄长吧 我缓缓笑了 闭上了眼睛 奈何桥上 那个长山公子慢慢转过身来 轻声唤我 宝珠 你来了 优优独播剧眼镇